这两天啊,两个我们以为八杆子打不着的企业上了热搜 最初是鹅厂起诉辣椒酱厂老干妈 请求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查封老干妈拖欠的广告费 1624.06万元 另一边乡,老干妈也是莫名其妙一脸问号 谁欠鹅厂钱了,你们自己被骗了吧 贵阳市公安局很快就破案了 原来是三个犯罪嫌疑人,伪造了老干妈公司印章 冒充老干妈的市场经营部经理 在2019年3月,跟鹅厂签订了联合市场推广合作协议 协议中老干妈付钱,腾讯收钱 警方通报里说,这三人团伙是奔着鹅厂的网络游戏里包马去的 看来,这一桩合作指的就是去年老干妈成为QQ飞车,S联赛冠名商 里头还出现了老干妈的定制服装等等 看到这里,不光腾讯的小企鹅要感慨 中午的辣椒酱,它不香了呀 连我们也想感慨,那个天天吼大家冲钱的小企鹅 今天也成了傻白甜了 刚看到警方通报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满脸问号 1600多万的大合作,骗子涂啥呢 就是为了起个游戏里包马吗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说到说到这个诈骗的套路 一夜合作 有些游戏为了破圈,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往往会找一些跨界的品牌和公司进行合作 最常见的就是饮料 游戏商家会提供一大堆游戏里包马给饮料商 饮料商会为这个公司印刷定制包装 还会随机在拉环和瓶盖里印刷游戏里包马 消费者蹲蹲蹲喝完饮料之后 还能抽到礼包去游戏里换取道具 譬如王者农药和蜜谷水果茶的合作 还有养养鼠和农夫山泉的合作等等 但是,这都是游戏厂商 找到了真饮料厂的案例 万一对方是个假的呢 有的假货会声称自己是代理商 有饮料厂商或者地铁公司的关系 只要游戏厂商提供网络游戏里包马 就能在这些渠道上做广告 但通常受骗的都是些游戏小厂 心想自己就是付出了虚拟资产 就能跟大牌合作登广告 自己也缺乏监控手段 要是问起假代理商 假代理商就会临时印一些吊牌之类的物料 劈个假的登枪广告搪塞过去 再告诉他们这些物料都在别的地区投放 所以你没办法亲自看见 还有更野的 就像这三个假干妈这样 跟腾讯这样的大厂 谈上千万级的订单 腾讯不光给了礼包马 还附带设计了游戏场景和服装 含上了玩家物质广告视频 投入了不光是流量和曝光量 还有人力物力啊 那假干妈和假代理图个啥呢 就是礼包代码 游戏厂商给到假代理三万个游戏礼包马 后台监控这些礼包马一个个被兑换 想象着自家游戏将被更多人知晓 他们没想到的是 那些游戏礼包马确实是被消费了 但是是通过某宝某鱼 游戏工会 卖给了那些本来就玩这个游戏的人 有遭遇过这种诈骗的游戏公司员工透露 一个标价30到100块的游戏礼包 能卖到20块 他们当时第一次合作 就傻傻被骗了三万个礼包 假代理商画画一阵忽悠 就空手套白狼 搞了60万刀手 不过时下QQ飞车礼包并不值多少钱 倒卖的产业链也比较隐蔽 假干妈们是不是另有所图 还要等进一步调查才能水落石出 然而像鹅厂这样的大厂 千万级的合同被骗 还真是疑点重重 双方谈判 寄送合同 上线执行 这么多环节 假干妈也都没有露出破绽 网上还有人说 小企鹅是被杜娘带到坑里的 但很快 百度就来了一波否认三连 当时腾讯QQ飞车手游运营总监赵斯鹏 还高调宣布 老干妈成为QQ飞车S联赛 最新行业年度合作伙伴 也不知道老干妈是真不知道 还是假不知道 反正没亏 网友们翻出了微博上 老干妈飘移活辣辣 截至7月1号下午4点 有1.8亿的阅读量 再加上这一事件又上了热搜 两轮宣传 估计又能带动老干妈的营收 再创新高 企鹅这边呢 吃了哑巴亏 满肚子憋屈 虽说中午的辣酱不香了 但下午就皮了起来 希望网友能提供线索 自掏腰包 买了1000瓶老干妈抽奖 看来 如果这次能借助大厂的力量 揪出这些 躲在隐秘的角落里的 假代理和假干妈 减少游戏圈内的 一夜合作诈骗 也算是大家都喜闻乐见的结果 7月1号 是腾讯马老板 确定被骗的日子 点个关注一键三连 再转发这条视频 到两个群里 就能让大家都开心一下 我已经试过了 瞬间收获一串 哈哈哈哈 你要不要也试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